確診新冠肺炎 最令民眾擔心的是 留下難以治癒的後遺症 根據統計有三樓六成 確診康復者持續會有症狀 一名張小姐是老師 五月底確診 解割後以為沒事 結果重返職場 發現交疏時聲音沙啞 講幾句話就發布出聲音 狀況約持續一週 趕緊看中醫治療 約治療一週出現明顯好轉 大概對話的一兩分鐘之後 我的聲音就整個卡住 完全不行了 然後就會產生咳嗽的狀況 對此張老師的主治中醫師提到 針對患者的症狀 使用結梗 薄荷 百合等中藥材 達到清熱 潤肺養陰效果 急梗 魚腥草 清它的肺熱 用薄荷 讓它那個滋陰 清肺熱 然後那個沙啞跟咳嗽 就好很多 只有一個禮拜而已 一天吃三次 不少人用中醫調身體 常見的腸心肝症狀 包括疲倦可使用補中益氣湯 酒殼則以麥門冬湯解梗湯來治癒 熊門氣短可使用紅錦天桃紅四五湯 另外民眾最擔憂的腦霧 可以黃旗天馬等藥材來提升記憶力 中醫理論的驅血療法 它有直接殺滅病毒 抗疫之路漫長 對不少患者來說解隔後出現的身體狀況 才是考驗 透過中醫調養也能改善身體不適 建立請楊宗彦台北報導 台北報導 請大家看一下 請大家看一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